伙伴们好 我是猴子 带你看城市中的老建筑 刚刚驶过的那辆油轨电车 在这条路上已经行驶了一百多年 这条路就是大连的长江路 在解放前叫信农丁 而在马路对面 还保留着一栋近百年历史的老楼 今天就来说说这栋建筑 这是一栋三层高 当年日本人盖的日式风格洋楼 目前看到的状况 是在2018年12月8日 这栋建筑遭受到了一次比较严重的火灾 在日本殖民期间 这里曾是日本人在当时 经营了一所颇有名气的旅馆 叫盘城旅馆 这是一张早期的盘城旅馆照片 时间大概是在20年代 甚至更早 这是一张40年代盘城旅馆的宣传单 右边的照片已经可以看到 今天建筑的轮廓 我更感兴趣的是左边的文字信息 对旅馆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比如屋内有电话 暖气 竟然还有一个四季的温室花房 这张照片相对来说比较清楚 可以看到正门是在建筑靠东一侧的中部 而建筑顶部的中间 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塔楼 不知道当时的花房是不是就在这里 这个是当时盘城旅馆的一个标签 这栋盘城旅馆在当时的平级 和前几期视频的那期紧水旅馆一样 都是一等级 今天再来看这栋建筑 虽然现在已经烧的只剩框架 通过现有的外观 依然能够感受到 在当时也是一栋设施一流 非常讲究的旅馆 在沿处和外墙 能看到很多的浮雕装饰 这栋建筑的内部使用了大量的木材 地板 楼梯 横梁 全都是木头 这种建筑最怕的就是火 据火灾当天的报道 整个大火从一楼直接烧到三楼 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这是当时火灾现场救火的照片 一个寒冷冬天的上午 这栋楼基本就烧空了 关于这栋楼解放后的历史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后来成为了一栋居民楼 一楼成为了沿街的门头商户 而二层和三层住着大概十来户居民 房子老化的也特别严重 住在这里的也多以租客为主 如果您了解关于这栋建筑更多的历史和故事 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 从建筑的底部向上看 在山花处还能看到一个八角形的浮雕 而在沿处的下方还能看到一些云纹图案 当时旅馆的正门就是开在这一侧 而现如间正门已经改到了靠左一侧 窗户也非常有特点 很细很高 这些格子窗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 建筑外观的风格是很典型的 当时日本人改的融入了大量日本元素的欧式建筑 或者说是河式建筑 河风建筑 现在看到的是靠近长江路的一侧 可以看到建筑外墙表面的砖还是比较新的 这应该是在火灾前之前做过一次修缮 距离火灾的发生至今也大概接近两年了 墙面上过火的痕迹依然还在 顶部的齿状线角已经变成了黑色的线角 窗户上也只剩下窗框 有的连窗框都没了 不知道这栋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建筑 经过一次大火后未来会是怎样 等待它的会是重新修缮恢复原样 还是拆掉之后从这个城市彻底的消失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